由於擔心學校內部的疫情傳播 以健康原因申請豁免工作的安省教師人員激增 代表全省家庭醫生組織不得不推出新的相關指引 各教育局已經要求優先考慮有醫療豁免的教職工 據報導 安省家庭醫生學院院長楊欣透露 家庭醫生正在越來越多地收到要求豁免工作的請求 其中很多都是來自教師 代表全省超過12,500名家庭醫生的OCFP 因此提供了新的指南 指導其成員如何處理有慢性疾病提出的工作調整請求 楊欣說OCFP的指標是 慢性疾病必須是嚴重的 不能好好控制以及需要免疫抑制的 其嚴重程度需要的不僅是普通工作的調整 這個可能意味著嚴重的哮喘或高血壓 或慢性阻失性肺炎的人 或因癌症、嚴症腸道疾病等各種疾病 而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統藥物的患者 可以提出不到學校工作豁免或其他工作調整 安省中學教師聯會主席比斯科夫表示 我們一些工作教育者在疫情之前能夠在課堂內工作 但他們有潛在的健康問題 現在在面對面的工作環境中風險很大 他提出這類要求的工會員工現在越來越多 在多倫多工校教育局一項2.4萬名長期僱員的調查中 有95%表示計劃返校 其中五分之一說可能會在新的學年提出工作調整的要求 在皮域區教育局 目前已經有440多名教師因為個人健康的原因 要求在學校開始時進行工作調整 其中有366位教師已經安排網上教學工作 安省衛生廳發言人爭神指出 家庭醫生應該利用他們對患者的臨床判斷和了解 因為這些涉及患者可能提出免於到學校工作或者遠程工作的要求 但家庭醫生不能決定其工作調整是否有必要 根據OCFP提供給家庭醫生的指引 應由僱主根據人權法為其員工作出工作調整 教師工作調整的決定權最後應該在各教育告